另一个想说的版法就是手机设备股 例如市场最新预期苹果9月会出四个新型号的手机 另外国明基,著名的苹果分析师 就说iPhone今明两年的出货量会去到2亿3千万部到2亿6千万部 是比现在1亿9千万部有增加的 下半年出货还会更加有显著的增长 未来两年的iPhone增长都能见到很高 刺激今日的苹果概念股是有得升 看到高位电子仍可以升超过7% 另外优泰科技分拆旗下的子公司 昆山优泰中国在深圳的创业板提交上市申请 它主要是做一些微电子的 看到其实下半年一向都是手机出机的高峰期 你自己怎么看我们是否可以率先部署呢 其实都一定是的 当然如果你说真的计算现有现在在苹果的生态圈里面 可能高位电子会受惠一些 就是说1415 它有九成多的收入来源都是离自苹果的订单 但是如果你说真的计算比较中长线 可能往后几年的一个发展的时候呢 我觉得可能真的选择信誉 笼合会好一点点 因为其实市传 其实我都说了两年了 就是信誉都有机会进入苹果生态圈去拿到苹果的订单 如果真的的时候呢 其实我觉得信誉的爆发力都不差的 尤其是说信誉 其实现在说的 就是撇除了它增长得最快的车载镜头之外呢 其实它本身光学镜头那样东西呢 其实你看到之前一部电话可能只有一个镜头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其实对于信誉的出货量呢 都有一个挺明显的拉升的那个增长 但是反之呢 你说1415 今天就可能是一些短线一点的利好作用 因为它就比较是做前置镜头 那其实都是只有一个镜头而已 那所以你其实那个出货量可能 就是那个增长呢 就不会说信誉那些那么高的 那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真的放得中长线一点 几年去看的话呢 其实我都是觉得选择龙头 就是2382会好一点的 对吗